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那时候的飞机是一种非常昂贵的交通工具 乘坐它的人自然非富其贵 航空公司为了满足有钱人的需求 选择空姐的标准也是年轻美貌 彼时的美国空姐年龄超过30岁就会被降制退休 然而随着女性权利得到解放 美国的空姐们趁着女权运动的浪潮向法院递交了请愿书 他们要求改变空姐选择退休 并延长退休时间 70年代美国联邦法院通过法律禁止公司 因员工年龄而强令退休 也不能以性别为由拒绝求职手 同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发展 飞机逐渐成为了普通的出行工具 于是我们也能在飞机上看到年龄稍大的空姐和男性空瘦 其实成熟的空姐们更能为旅客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由于经验丰富在处理紧急状况时也会更加得心应手 当然中国现在的空姐们还比较年轻 这也跟我国民行业的起步较晚有一定关系 但无论如何能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工作下去 就是一种幸运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 名叫刘伯温 明间传言 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 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 结果挖出五个大字 吓得他魂飞泊散 惭愧不易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恢复刘伯温即可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